在週休假期的時候是冷氣團影響 各地溫度都偏低 今天清晨最低溫在甲椅只有10.6度 不過到了白天 冷空氣的強度減弱了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把這個禮拜分成了三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 北部東部地區仍然是多於時勤 但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時候 隨著封面帶的逐漸的接近 往北往東又有短暫雨開始出現了 但你在中南部的話呢 是天氣晴朗 在星期三到星期四的時候 要注意的就是 另外一股的東北季風再度的增強 往北走 往東走有短暫雨 但到了禮拜四的時候天氣轉晴 而在中南部來說還是天氣晴朗 可是夜晚的低溫的狀況來說 會在15度到14度的低溫 所以週三週四的夜晚 保暖工作不能少 那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隨著冷空氣的減弱 只有在早晚的天氣偏涼 白天的溫度回到一個比較舒適的天氣 那週休假期的話呢 天氣晴朗氣溫的部分再上升 我們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來注意 台灣上空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各地天氣晴朗 但到了中午以後呢 華南的一些高空的水氣帶 逐漸地通過我們台灣的上空 所以使得中部以北的雲層量來說增多了 而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這些雲帶在通過的時候 雲層量會比較多一些 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倒是會有一些零星的毛毛雨出現 但到了明天水氣帶就離開了 可是北方的高壓系統 將會在明天晚上的時候 再度的南下 所以明天晚上東北季風增強 週三週四的溫度 又是比較偏於寒冷 中部以北夜晚的低溫 又大約是在15度 海岸線部分就會在14到13度的低溫 小丁寧提醒你兩件事情要特別注意 一個 清晨的時候天氣冷 穿著方面要保暖 尤其長輩朋友 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 高山的夜晚寒冷 山區旅遊活動 更要特別穿著注意